欢迎收看小翔说足球 同组对手除了破斯光荣外 还有FC东京队和卫山现代队 目前申花队全取三分后排在小组第二位 仅次于FC东京队 破斯光荣队二战皆赴排名垫底 比赛刚刚第七分钟 申花队前场打出流畅配合 最后由彭星力推射破门得分 申花1比0领先 第38分钟 申花队再进一球 于汉超带球杀入禁区 一个踩单车动作 晃过一名防守球员 之后小角度 射门得分 申花2-0 下半场比赛继续进行 第81分钟 破斯光荣扳回一城 阿斯普罗波塔米蒂斯禁区内 射门得分 申花2-1 最后时刻申花队 顶住了破斯光荣队的进攻 2-1的比分 一直维持到了全场比赛结束 这是上海申花队 时隔11年之后 再次在亚冠赛场 取得胜利 上一次品尝胜利的滋味 还是2009年 主场2-1 战胜水源三星队 虽然同组 另外两个对手 FC东京和卫山现代实力 明显要高于破斯光荣 但此战 全取三分 也给了申花队 巨大信心 于汉超无疑是 申花取胜的 最大功臣之一 尤其是纳利 竞球非常精彩 竞区内 踩单车变相 面对门将 冷静失射 竞球之后 于汉超双手指天庆祝 内心非常激动 赛后球迷们 也纷纷表示 竞球的瞬间 某一看还以为 是韩国球星孙兴明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 本战生花队 并非全主力阵容 曹云定 莫雷诺 金敬玉 曾成军 缺席了比赛 几乎少了半个主力阵容 能赢下比赛 更加难能可贵 中场哨响后 生花主帅崔康熙 冲弟子们狂束大拇指 向大家表示祝贺 相比之下 破斯光荣队的球员们 呆若目击 一个个搭拉着脑袋 离开了球场 此一输球后 破斯光荣队 小组出现的可能性 越来越渺茫 这篇足球新闻 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我来到视频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